我們果肉村的六個人 心思的三個人 這樣可不可以 有那麼軟嗎 今天有那麼多工作小組的成員 然後我們村長在這邊 你們可以再推出三個工作小組的成員 可以嗎 我們果肉六個人夠嗎 我們大家是村長 是必當然的 當然的 如果村長怕的話 就不行 一定要村長還有代表 先對這個問題來我們做一些討論 我用國語講話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喜歡問 不管是哪個地方是要問的 剛才王村長說 為什麼這個 藍水銀水過濾的 為什麼不在橋底下 因為我平常跟他們那些工作人員在河邊會聊 為什麼不設在那邊 第一個它水爬不上來 爬不上來的話 它必須那個藍水的那個 那個過濾的那個要加高 加高之後那個水儲水要下來 將來主水要下來的話 比我們的地方可能還要高 因此那個地方不能設 為什麼不放在橋底下去設那個藍水 那個如果藍水那個那麼低的話 它跑不到上面來 就是他們工程人員那個技術很強 那為什麼要這個漆水的 那為什麼要這個漆水的 剛才我一直提議說那個漆水的寒道 水溝 為什麼不放在河裡 那放在河裡 你看大家那個設計範圖 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是 那個幾乎埋下來就是我們現在的馬路 馬路那麼高 如果放在河背的話 想想看 它擋在河中間 直直下來的話 我不是幫盡等我講話 因為我跟他們聊過村 如果放在河邊的話 那你想看那個水要淹到那個 那麼高的話 還是會淹到我們這個地板 所以我來的代表在這裡 不是來的 就是我們這個省區的 許代表跟李代表 應該包含到 剛才有人說那個 許小包含到九二零 因為這個天使很大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林務局的開會 因為我那天是什麼會 我特別想要去問 因為來獄 申請那個造人的時候 不是像是書跟那個香章 所以我特別問那個林務局的技術人士 你們給我們來怎麼種這些東西 能不能種高底一點 他說 這個不是我們要給你們的 這是你們自己申請的 我說你們高經濟職務給我們可以不可以 我們有三種職務 可是你們申請了 這麼兩種 像就是那個香章 我說其實它不行嗎 它裡面申請 像公所的香 它給我們高 喊什麼我們就送什麼 這代表跟那個要注意一下 將來就是把那個藍水的放在 這也是很好的 放在那邊的話 那個是高出水面多少 那村長 那個多村長 高出水面多少 它高出水面大概不曉得是 三公尺還是幾公尺 那個高下來 土石流再下來的話 它把煙蓋下去 那個萊果小包含那個 那個中心 小包含那個 將來那個都是在淹水區的地方 將來都是在淹水區的地方 那個土石流下了的話 所以 我說你們好像要強迫我們 所以輕生不可 其實是這樣 常說其實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當時 我本來參加來那個康野 結果說你們 啊你一個高老是 是鼓勵生的 不要玩 還用廣播的 廣播 我再來一次聽到 還廣播說 有人在外面問這個事情的話 不要 只有從鄉公所的 發文的 發寒的公文 還有 這個 那個 萊園村村長 廣播出來的 你們才可以回答 那我們這樣的話就 失去立場 那我何必做這個 做這個 壞人 我們就是 你看我到來都沒有去 包括那個老人家 我都沒有跟他們聊 因為好怕這個東西 我不想做壞人 我退休了就要